- 参考消息网8月27日报道美媒城,25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近代史上任何和平年代的武装部队中,最令人震惊的现代化进程。 -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北京的以为国防预算增长提供资金,这是解放军得以从人力密集型军队转变为重视技术、力量投射以及信息,这是最为重要的对军队。 -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开网站,8月24日开登,中国如何计划成为航空超级大国的文章称。 - 或许最明显的莫过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迅速发展,成立于建国初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已经从一支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力量,上升为中国在全球的军事实力的象征。 - 安德烈亚斯·路普雷希特在其新出现代中国战机,中国海军航空兵中谈到了海军航空兵部队的组织、训练、战斗训练以及飞机和武器装备的类型等,报道着,在中国新的力量投射能力中,最引人注目的标志就是中国海军新型的航母力量。 -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民近期在六年前开始复役,第二艘航母最近完成了建造,第三艘航母则处于铺设龙部的阶段,路普雷希特指出,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海军航空兵将拥有类似于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的零器五行两栖直升机船物登陆舰。 - 报道指出,与美国海军把海军航空兵集中于石楼中队和舰载飞机不同的是,中国海军拥有大量陆基战斗机、轰炸机、空中加油机和其他飞机与主流空军相比。 - 解放军海军航空兵一来处于此要地位,但随着中国安全目标的改变,这一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 虽然组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海岸线上巡逻和攻击可能入侵的舰队,但随着中国开始向外看,中国海军也开始向外看。 - 报道指出,在21世纪头10年,海军航空兵部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能够在中国连接之外,找距离投射力量的力量,而随着这一距离的增加,中国的航母变得越来越地不可少。 - 资料图,在西太平洋某海域,中国海军航空兵轰炸机前,和舰机器参加近级时兵的抗演练,新华设发。 - 新华设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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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